在西四南大街上 中国地质博物馆和刚瓦士教堂之间 有条胡同叫砖塔胡同 从元代开始就是这条胡同 在元明清三代中 砖塔胡同一直是北京城戏曲活动的中心 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民国的时候鲁迅老舍张恨水都曾住在这个胡同里 从元代开始 胡同的东口就有座青灰色的砖石结构的佛塔 所以这个胡同就叫砖塔胡同 这座砖塔是元代著名的佛教大师 蔡行秀的木塔 大师号称万松老人 所以这座塔就叫做万松老人塔 现在我们看到塔的样子是乾隆年间重修的 当时修的时候把元代的塔包在了里面 民国时这座塔所在的院子基本就废弃了 解放以后就是个大杂院 直到2007年开始腾退重修 2014年修好以后向公众开放 当时西城区政府引入了郑阳书局来代运营 这个郑阳书局公司是2014年成立的 和历史上明代杨世奇创立的郑阳书局没什么关系 可能这样是显得比较有历史 郑阳书局的老板好像是因为在前门推广北京城的历史文化 小有名气 所以西城区政府为了把万松老人塔做好 就引入了郑阳书局来运营 当然现在呢小院是一个小众的网红景点 做的呢挺不错的 小院子不大 虽然没有精美的装饰啊 简单且杂乱无章堆放了一些老物件 老北京的地图呢也不便宜 主要经历呢就是卖文创和图书 但是呢也因为能够随便进 无需预约更自由一些 隔壁呢就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和广基寺 还有西施库教堂 所以很多游客会顺便来看一看 再加上胡同小院有生活气息 把书一摆就红托出了一丝一丝的老北京文化 北京博物馆呢我看过不少 但就老北京老百姓的文化味道都没有这个小地方租 其实啊就是接地气和老百姓呢贴的更近 我也不是赞美这里有多好啊 只是相比之下其他的确实做的太一般了 如果您是匆匆来拍两张照片就走啊 可能会觉得有些乏味 您可以细看看老北京的地图挺有意思的 这一幅啊是1936年美国人做的北平地图 用漫画的手法画的挺有意思的 而且里面的翻译也更逗 最后啊说点缺点 这里的文创呢卖的比较贵 盖章呢需要任意消费呢才能盖 反正感觉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啊 走到哪里都是在卖东西 因为西城区政府说啊 这里是打造阅读空间 但实际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空间 如果您的孩子呢小点 可能孩子呢也未必能够体会到什么 这里的交通啊是真的很方便 地铁西四站地口出 您出了以后 您一直向前走右拐直行 右手边很近啊就能看到万峰老人塔 如果您从丁子路口往左直行 过了一个红密灯 没多远啊就是西厨护教堂 这附近啊可逛的地方呢也比较多 我会单出一期西四的旅游攻略 公交车站呢西四路口附近呢就实在太多了 而且车站距离砖塔的都不算太远 唯一呢就是停车比较困难 您可以停在钢瓦士教堂的门口 我发现啊有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八块钱一小时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